送出去了吗 哎呀 媳妇啊 你这个主意太高明了 是吧 哎呀 和人家张总合作 你说给人家送点东西 送钱不合适 对呀 是不是人家也不能收啊 送瓶红酒 太绝了 人家笑纳了 是不是啊 哎呀 那你这红酒从哪儿买的 花多少钱呢 就咱小区门口 那个红酒专卖店呢 那也行吗 国际名牌 哎呀 那老板跟我是好朋友 卖给别人一万 卖给我四千 那这真够意思 那当然了 我也说 张总这个人 不光爱喝红酒 而且还收藏红酒 专家 哦呦 拿过这瓶红酒来 还有那个表情啊 在那把玩呢 韩庭啊 喜欢呢 爱不释手啊 这回行了 我跟张总的合作 那可成功了 行 老公 你赶紧做饭去吧 我也饿了 你坐去吧 能不能像点老爷们 赶紧坐下 我 哎呀 健康邻居们都了解我 我就会吃 咱们大姐夫呢 大姐夫怎么还不下班 哎呀 哎呀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不好意思 回来 有点事回来晚了 竟然不做饭了 我在小区咱们食堂啊 打了几个菜 赶紧吃饭吧 大姐夫 我说你天天忙到啥呀 这么忙呢 哎呀 别提了 咱们小区外边那个红酒专卖店呢 让工商给查封了 那房子不是咱们物业的吗 我们物业今天配合一下 啊 不是 不是 大姐夫 啊 等会儿 红酒专卖店怎么了 被工商查封了 不是 为啥呀 你们还不知道这事啊 我不知道啊 来来来 我跟你们说说吧 不是 怎么回事 哎呀 情况是这样的 啊 咱们小区外边那个红酒专卖店呢 啊 卖的是假酒 啊 一瓶红酒 十块钱的本 你猜他卖多少钱 多少钱呢 那老板卖四千 我跟你说 最要命的是 老板刚才刚交代 说今天上午有个傻子 刚买了一瓶四千的红酒 我跟你说呀 那个假酒可不能喝呀 喝不好容易出事啊 哎呀 怎么办啊 这咋的呢这是 他就是那傻子呗 啊 这假酒啊 哎 刚刚四千块钱买了一瓶 就老板说那傻子是你啊 我也不知道那是假酒 在哪呢那假酒 送人来 送谁来呀 就咱们小区那张总 啊 啊 你送他酒干什么呀 他不是有个工程吗 我想分点活干 我就给人送瓶酒 哎呀 是不是啊 那假酒可不能喝呀 我知道 赶紧去吧 啊 把酒拿过来 啊 快去快去快去 对对对快点啊 我等会 我拿不回来啊 怎么呢 你这都是做生意的 我好人送瓶酒 人家都收起来 我才给人要 我这脸往哪搁呀 钱书粉我告诉你啊 那假酒可不能喝 你明白不 搞不好喝出事来 万一张总要是喝了出了事 你负的几则吗 我可负不了这则 赶紧去 咋去 对呀钱书粉啊 你赶紧去 啊 你说你这送去 我觉得你还是要人命去了 赶紧的 我不知道那是假酒 那你得要回来呀 我没法去要 你去要呗 我怎么去要啊 我又跟人家不熟 哎 我大姐夫的一声叹息告诉我 你肯定有好办法 你这么着吧 你给张总打个电话 你就说请他来吃饭 菜都好了 就是没有酒 让他把那瓶红酒拿过来 然后咱们想办法给他换了 大姐夫 哎 你就是我的救命 赶快打吧 赶紧打 快打吧 我跟人家又不认识 我可不能打这个电话 我怎么我还是给你求人家办事呢 我没法说 哎 你打 是这个电话吗 对 第一个就是 我刚给他打了 哎 张总啊 你好 我是物业的赵刚子 你晚上有事没有啊 我想请您吃个饭呢 那太好了 那个我这菜都有 我就是缺一瓶红酒 哎 那个你等会儿啊 是吧 哎 你那不是有一瓶 那个国际大品牌的红酒吗 啊 啊 对 有一瓶 那那酒呢 拿出来啊 我送 送人了 我送谁了呀 我都送给张总了吗 哎呀张总啊 他说那瓶酒送给你了 对 啊 你要把他拿来啊 哎呀那太好了 太好了 好嘞好嘞 就等你这瓶红酒了啊 好嘞 搞定 哎呦我天 哎呦你 大姐夫 大姐夫 我发现你现在脑瓜点上 你不去玩 啊 背后还有俩把 啥东西啊 真实 哈哈 哈哈 大姐夫 我发现你现在撒谎的水瓶 进掌啊 尤其你撒谎脸不红心不天 我关键还有人信呢 啊当然了我跟你说你们家前顺风说瞎话嗯一说就让别人看出来是为什么我说别人看不出来就是怎么呢 因为我是咱们家正义的代言对我是轻易不骗我一片片一片 哈哈那你这头子哎呀 哎呀大姐夫这事啊真得感谢你哎呀哎你先别谢我啊现在最重要的呀就是得想一想这个假酒拿来以后怎么处理对对对对 不能让张总感觉出来对对对 首先啊啊咱首先得把这个酒想办法换下来对是吧如果真的换不下来也不能让张总把这本假酒喝了绝不能让他喝你张总那么大老板万一喝出事再咋整对对那你说这瓶酒怎么办呢哎大姐夫啊你不是在喝红酒吗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让我喝这假酒啊 不是大姐夫按道理啊这瓶假酒应该我喝但是二美丽不是怀孕了吗你总得让我跟孩子见上一面了 我女儿也才九岁呀她也没成年呐没事你把她交给我呀我一定把妞妞培养得像我一样优秀 那我女儿就像妈呀哎呀行了大姐夫真的不行的话等张总来了我就跟她喝你带她带着你喝什么你喝 要喝我们哥俩一块喝完了上下我是必须得喝了 你赶快喝之前我给你大姐打个电话你给她打啥电话呀我先嘱咐一下呗万一我出来啥事呢 大米亚 能回来一下吗 我跟你说呀 往后孩子和家就交给你了 这么多年了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爱你 啊我有病吗 是一会我就该病了 一分啊我也说两句吧 咱们家除了你知道的那些钱以外还有两张银行卡 就在咱们家大衣柜放袜子那个堆里头 密码是你的生日 让我再听听孩子的胎心 行了 你说你俩大老爷们至于能跟交代后试试的啊 那你是不是用我现在打个120我让急救车在门口后着呀 可以啊 可以什么至于吗 哎 假酒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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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 哎来来来来来 你好 张总 哎呀 这酒拿来了啊 哎呀这红酒好啊 刚才我突然有这么个想法啊 你说你说大姐我 我觉得这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了也没喝过酒对啊 这个我想咱们今天不喝红的了啊 咱们喝点白的太好了热闹热闹 热闹热闹了 对对对 是不是把这个把这个喝过去 哎别别别别别这样啊啊 不是 我今天不喝红的了啊 你们要喝白酒你早说呀 不是 你这这 这么好的酒我都打开了 啊 你打开在干啥啊 就是 这酒太好了 自己提前打开 今天钱醒了 哦 啊 味好啊 今天就喝这个 必须喝这个啊 哎呦 行行行行 必须喝必须喝 哎呀大姐夫 哎 你你倒上吧 哎 哈哈 倒上 倒上啊 哎倒上吧倒上吧 好好 那喝这个了啊 好好 哎呀 倒 倒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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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满吧 倒对付流付流去 哎 付流付流去 好 倒满 哎好好好 哎好 嘿嘿 慢点啊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啊 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哈哈 哈哈 来 哈哈 不是请我喝酒吗 我得喝点吧 嗯 那个 他能喝吗 哈哈 他不能喝 啊 张总啊你把杯子放下 呃 我们家呀有个规矩 您是最尊贵的客人呢 对啊对 对我们两个敬你 你看着就行 哈哈 那个张总情况是这样的 对 我们家有个规矩 对啊 就是敬酒的时候呢 是敬酒的人喝 对 被敬的人先不喝 哎他是不喝的 哎呦你们家这规矩 挺任性的 哈哈哈哈 哈哈 那行那我我看着 那你们敬吧 哈哈哈哈 哎 哎 来吧 那大姐夫你先进吧 哈哈哈哈 别是 哎 你先吧 你说你跟张总 你们俩人是有业务的往来 合作的伙伴 这杯酒怎么你 你先进 您的时候你先进 哎大姐夫 今天这个课是你请的 你打电话邀请张总过来的 是吧 这酒你得先进 不是你是咱们家手术 哎呀 对吧 你手术你得先进 哎你是大姐夫啊 我不能没大没小啊 你说你大姐夫要是这样 这不就成了以大欺小吗 不合适 你喝 你喝吧 哎呀这个磨叽 我先干为敬 放下放下 你什么事 我们俩一块喝 来 一块敬啊 来 给 哎呦我的天 好喝吧 好喝吧 不是好喝咽呢 嗯 好喝 嗯 啊 好喝啊 好喝咽咽 咽 这啥意思 爱 爱喝 哎呀 我求求你们俩 你们快喝吧 我急死我了 嗯 这啥意思啊 这好酒啊 这放嘴里再醒两分钟 嗯 来来来 我陪你们俩喝 来 嗯 你不用 好喝 好喝 你就喝了 哎呀张总啊 那个刚才是我们哥俩敬了你一杯酒 是吧 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 大姐夫再敬一杯 大姐夫你敬一杯 那个单独敬一杯 不是 那我来点呗 你不用 你是尊贵的客人 你看着就行 大姐夫刀上 刀上 刀满 哎呀 不留不留地 哎 对刀 接着刀 对大姐夫 刀一个 大姐夫来一个 好的 你会是我大姐夫 他这个人很热情很豪爽 大姐夫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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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都让我喝 你不能可得一个人干的你啊 不是你是大姐夫 你好是成双啊 你是大姐夫 我是不是啊 该你喝一个了 我喝不了 没有了 我我我觉得这样行不行 我我自裁一个我 他要自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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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您是最尊贵的客人 该他喝一个 什么费劲呢 喝点酒 我喝 喝下 干什么玩意 你能喝吗 你现在怀的孩子 别捣乱 那谁喝呀 我喝 给你 大姐夫 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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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 我跟你说 我跟你做亲戚 我算倒了八倍的 没了 我告诉你 你答应我的事 你可别忘了 明白吧 你放心 照顾好我的妻儿老小 全都交给我 走一个 来世再见吧 好 好 来 给我 大姐夫 扶着扶着 大姐夫 你喝的有点急 大姐夫 你去 让我收拾 那个 那个 都净完了吧 那个 我喝点 我还没劲呢 我还没劲呢 我没劲 我 对 该张总劲了 张总来一个了 张总 你坐着 怎么啦 不是 我说你们家怎么回事 这请你喝 你们家这什么规矩啊 先派人给我送一瓶酒 然后说请我喝酒 还喝我这瓶酒 然后我来了以后 看着你们喝 还有人看着你们 不留不留不留 这喝没了 我不看着了 我回忆我自己喝 张总 我说实话谁说的 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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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实话 我张总对不起 我刚才到你家去给你送的那瓶红酒是假酒 我大姐夫把你喝了以后出事 这身体出毛病所以才想了这么一招 实在是对不起啊 老钱呢 哎 你知道我这个人爱喝红酒 对啊对啊 我还搜藏红酒 是 我们家那一边墙全是红酒 是是 你今天到我那去拿这瓶酒 我这一打眼我就知道它是个假的 你知道是假的怎么不告诉我呢 那我多博你的面子呀 我能那么做吗 你就是送我一个四千块钱的真酒的 我也不能要啊 那那假的你怎么就收了呢 我把你的送别人家坑别人家 有可能 你别 不是 不是那这瓶酒怎么回事啊 你这这瓶酒 这是我的 这是我对着你那瓶假酒找出来的一瓶真酒啊 我这瓶酒 我这瓶酒 我那五年酒贵的我 我藏了十年了呀 我当初买它的时候四千块钱一瓶了 你算钱它现在值多少钱 让你们全浮流浮流 我一瓶酒 赵张子 你可真行啊 人家张总这瓶酒 十年之前就四千块钱 现在十年之后了 什么意义啊 假酒过期了呗 我一整天推你了 哎呀 什么人在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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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要多啊 挺住啊挺住啊挺住 让我拖一拖二百 拖一拖二百 你都出来你破产了 我告诉你 挺住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多啊 对对对 你也对得起我这瓶酒 我跟你说喝多了你那红酒 你你你光灯光灯 光灯光灯就好了千万别多 好 你耍我 你这家人 不是 张总啊 对不起啊 张总啊 张总啊 对不起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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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